我自我介紹一下 過去的背景是法律背景 那姻緣經費之下 已經從事人力資源工作 已經十幾年了 所以我們已經看過上萬份履歷了這樣子 然後常常在看履歷的時候都會覺得 你知道履歷是可以展現一個人的狀態跟特質的 因為它就是你們的廣告這樣 好就是決定公司要不要請你來面試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在你的職場上發光發熱 那麼請你建立好自己的品牌 還有喔 我先提醒你們喔 如果你們的位置越做越高的時候 我們HR界就是人力資源界的 我們其實是那個是互通的 所以你知道我們手上上百個群組 都跟全台灣的HR是有互相連結的 那有可能大家都會互相真信說 你覺得這個員工以前在你們公司表現得怎麼樣 其實都是會問的 所以盡量不要把自己的品牌給搞砸了這樣 我想問一下你們有實習嗎 如果你們是有實習的請你把握這個實習的機會 蠻多人我看到的是 因為實習然後就直接表現得很好 公司在你還沒畢業的時候就直接先問你說 你畢業的時候要不要留下來我們公司上班 就會這樣 所以這是你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不要去逃避實習的機會 它會是你未來的 它有可能是你未來的工作 這樣子 就是你要離經自己的優點缺點優勢劣勢興趣 其實在面試的時候你們很常被問到 你可以告訴我一下你的優點跟缺點是什麼嗎 你們現場有同學可以馬上回答我這個問題嗎 思考一下 蠻多人都是回答不出來的 因為沒有想過自己的優點跟缺點是什麼 那優點都很好講 可是請問缺點有什麼講嗎 你們會很誠實的說 我就是脾氣很差 你們會很誠實的講嗎 千萬不要這麼誠實 但我不是鼓勵你們說謊 你們只是需要包裝一下 可以嗎 因為脾氣不好這件事情 在職場上絕對是你的致命傷 因為它是EQ孔管不好的問題 它很容易影響到你的工作 看完這支影片如果你喜歡 動動手指頭轉發出去 給你的朋友圈 讓更多人看到 立刻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的鼓勵是我們持續做更好影片的動力喔